他为了追依依啊 这个家伙 挑头就要跟陶文分手 我觉得这个孩子 还是很不错的 肯吃苦 有上进心 放着少爷的生活不过 一定要到基层来锻炼 挺难得的 你什么意思呀 不会是想撮合 礼貌跟我闺女吧 起码是不是比那些 相亲网站啊 还有陶文孙岳介绍的 男人靠谱吧 那有什么用呢 我们一一对那个李沫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何况中间还有个陶文 陶文跟李沫肯定没戏 那平时吃啊 穿啊 都可以让 这男人和婚姻哪能让啊 是 你就没让 而且这点做得还挺好 是不是我们都应该 向你学习啊 黄月萍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今天我就再跟你说一次 想当初是你跟老杨离婚以后 我才接受杨长和的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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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这说哪儿去了 不说依依的事吗 就是呀 扯什么要扯 我觉得依依现在还小 很多事情吧 考虑得还都不全面 那你说找男人图什么呀 不就是图他对女人好吗 然后才是事业啊 身份啊 你说李沫哪点不占呢 是不是 行 只要他不跟熊大 怎么都行 莫合 莫合 好消息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订大功率设备 已经到位了 看来这次你肯定稳草顺权 拜拜 拜拜 这次可是我自己 讨窑不买的设备 休想再让公司 给你配置同样的设备 熊蛋 我一定要赢你 喂 余总 林沫 你一会儿能到我这儿 来拿个东西 然后帮我送到一个地方吗 那个地址呢 一会儿我微信给你传过去 我都已经到家了 而且换完衣服了 如果要是时间紧张的话 你就不用穿功夫了 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姐 怎么还没到啊 这一切行不行啊 不是忽悠我们吧 不是收好的 让我们先验一下货吗 应该快到了吧 你干嘛呀 躲什么躲 你还收快递呢 我收 是啊 当然啊 你不收谁收 走走走走 干嘛呀 谁扯呀 好 好 王远峰先生吗 请签字 对 我是 我是 你不用穿快递服啊 这是急件 其实我已经下班了 您不会投诉我吧 不会不会 绝对不会 我跟您开玩笑呢 你很幽默呀 您这个地方好像是武馆啊 对呀 您有兴趣学吗 我给你打折 我平常自己就练一练 那咱们回头可以切脱切脱嘛 行 没问题 那我以后就打这电话找您 不对 这个是我的电话吧 好的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好 瞧这女婿 开着跑车送快递 就是这么拉风 我这外甥女婿啊 行义进人学贯中期 长得还挺帅的 又会受欢迎会聊天 一就交给她了 一就交给她了 好 OK 快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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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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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